就是他的一個意義 好 下一題 而且我們這裡非常珍貴的是 我們有第一代住民的記憶 非常完整 他們就這個是當時出生長大的外生們 他們現在在東京 還很多人活著 然後不斷的聚會 他們是真的有這個故鄉的記憶 非常的清楚 都寫給我們 好 下一張 這一張也是 這些都是活著的 好 再下一張 而且他們做的是 所有的調查 零米關係已經調查出來了 再下一張 溫州街也是非常的調查 所以我們才知道這麼多學者出在這裡 下一張 那麼到去年這個會 他宣告九十幾歲了 沒有辦法再辦下去 他們提出職 再下一張 那麼這裡面的一個幹事 這個一碗先生 像這一張的 他的家 再下一張 他跟裡面的住民都是有交流的 再下一張 這個今年的六月 而且這裡的住民52項2號 他出生的官生也回到這裡 跟大學裡的立民做了交流 這是非常珍貴的 再下一張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聚落 要看到百年的歷史 百年的歷史裡面 他第一代日本人的記憶 非常完整 而且跟詹彤的住民 密切交流 所以這個歷史記憶是程序下來的 第二代的外省人 剛剛來看也是蘇香氣息 懸崇順領盛 也是把他當故鄉 而且我們現在的經營者 那麼這個就是說 我們民間已經看出 這個聚落的能量跟潛力 各位可以看桌上的資料 而且用充滿活力的方式來經營 我們希望政府也看得到 這塊區域的價值 謝謝 下一位 王洛斐 各位興進入委員 在1999 年的時候 台大推動的嚴峰專辦 希望能夠整件實處的基地 拆除出事務的來捐利 130 或者出城 能夠吸引國外的學生人來到台灣 那是一個非常現代化的文夢 可是他們忘記了 這些日式宿舍 其實就是當時 台大的校方為了學員人所營造的價格 在2003年 台大的410拆除事件 引起了全台灣很大的反思跟危險 那時候非常多民間團 以及周邊的學生和民眾 然後提出了反省 410拆除事件來搶頓 這批認識宿舍的價議 當時辦了非常多的活動 包括這些全部都是當時被拆除的對象 下一張 那時候提出的反思 認為台大所處理的 是全民的文化資產 410拆除事件是當時的冰山一角 在這些過程中 對朝夕鄉口居民的意見 從來不受尊重 所以那時候希望 文化主義能夠追究台大的責任 然後這些校圖的過程 新唐國人都要民眾而參與 在中 15年過去了 台大 那時候希望 台大希望自己能夠 走向全世界的理建大學 可是爭執的結果是什麼 2013年排名全球排名1304 2018年排名198 針對這些台大的精神 台大的傳承 台大校方有了真心思考過 那時候2003年迪夫萊的意見 我們想說 真正對台大精神的傳承 不是這些建築硬體 而是對歷史跟文化的民眾 謝謝 謝謝 下一位張典婉小姐 主席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想我很快地解釋一下 其實在過去的科幣跟文化局 也都提到了成蠟 是未來首都國務館群的很重要的基礎 包括了溫羅丁 剛剛 我再下一張 剛剛那個黃忠貝老師也有提到 他坐於昭和丁 下一張好嗎 然後再坐於昭和丁 還有到清田街 從溫中街的一些歷史 那我自己是做客家研究的 那我的母親是外省人 1949年 他們從太平倫到台灣 第一站就是在太訓街 剛好住在38巷 從此後來他們遷移到客家村的去落中島 那在這個客家人的清洗過程 剛剛好也跟陳南是有非常符合的動力 那因為他們很多人都是文教人員 多教人員 所以是整個區域 包括了這個圖面可以看到 當時文化局曾經說的 陳南的博物館的概念 金田街會中間的聚落 一直到濟州灣 客家文化園區 一直到台大附近 是到保障眼跟幻明星區 它是一個時空的膠囊 我剛剛看到就說 政府希望解除列策的部分 其實是我們最擔心的 因為不論是北溫州 南溫州 甚至紫層族的旁邊 那才真正是我們要留下來的 這些綠式建築群 從當年的一百多棟 到現在的五十棟不到 很多變成停車場或是大樓 那是一個殘酷的事實 我們可以再看下一張 我們可以看到日本的東京 日本的京都 和蔣孫 然後甚至下一張 然後看到愛丁堡 亞維隆 他們都是留下所有完整的建築的聚落 跟歷史的聚落 才成為一個歷史建築聚落的一個 真正的國務館 我覺得我們曾經有這麼大的潛力 絕對不是只有留下北溫州而已 實際上南溫州 還有剛剛提到的 大家只要解除列策的部分 我個人是堅決地反對 希望留下 我這邊有一本 這個彭明明他的妻子 還被列管的時候 是一個情緒單位 編號126號 請問這裡面就有兩本 兩個人名就是在溫州間 就是堅明明的妻子跟小孩 沒有逃出去的 這樣一個白色恐怖的連結 也都在溫州間的歷史裡 請各位委員深思 請不要解除列管 請動造車 謝謝 好 謝謝 下一位鐵區先生 各位大家好 我現在是舊台大文化系大醫生大兒 我們也是學生會的成員 但是我想 以台大學生的成員來 大家分享我的看法 溫州街 這個地方其實牽動了台灣 甚至整個東亞的科學脈動 如果我們要提出一個最能代表台灣 台大科學精神的象徵 那個地方絕對就是溫州街 但是這一年來 我在台大就發現一個很嚴重的現況 其實大家 每個同學和我一開始的狀況都一樣 大家其實對學校的歷史脈動 並不熟悉 我們頂了第一學府的光盤 但是大家卻不知道 第一學府這個光盤是怎樣被造就的 近年大家也常聽到台大的負面消息 關於我們在全世界的大學環境逐漸下降 也常聽到我們離白大越來越搖淹 或者是說很多台灣的精英 逐漸也不在選擇台大救毒了 其實校內大家其實相當的失落 相當的阻礙 找不到我們的未來的點位 但是大家其實都不曉得 其實我們過去有這麼多的前輩 也不曉得我們溫州街和台大裡面 其實造就了好多的科學職務 再加上學校的歷史資訊斷層 其實我們同學很多都無法取得到 那些歷史的歷史資訊 也很早就可以有機會投入經歷 我不希望當我們未來想要回復歷史 想要開始關心那些場所被忽略的歷史的時候 所有的痕跡都不見了 那些建築全部都變成停車場和大樓 我們就歷史的覺醒 汪汪趕不上那些歷史被滅絕的程度 其實台大的大家都很希望 不管是校方還是我們學生都很希望 我們能夠成為一種偉大的學校 也希望我們可以進步 但是進步不就是踩著前面的步伐 繼承他們的精神繼續前進嗎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連歷史都看不到了 我們要怎麼進步呢 我認為是說偉大的學校都會珍惜自己的歷史 和自己的過去 全世界的民校都是這樣子的 如果我們身為台灣的第一學府 我們絕對也不能例外 最後我希望溫州堅能夠全區暴盛 讓歷史的價值環境台大 謝謝大家 我們最後一位 倡主堅小姐 大家好 我是住戶 我是58項的住戶 那這個會議沒有通知我們 因為我們住戶非常的關心這個區塊 所以我今天要來歷史了 那我想要講的是就是說 如果政府沒有很大的公權力來介入的話 這個地區很快很快就會 就莫名其妙就被推倒了 變成停車場或是變成大樓 那我們住戶的心裡面的想法 第一個如果要列為古蹟的話 那就公權力趕快介入 因為它已經很殘破不堪了 我們南側就是溫州街58項 跟42項這中間就是台大的這個宿舍 那它有人住的是非常的很好 整理的很好 那有的是很破弱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 如果要文化主義要介入的話 那麼就速度要快 如果不介入的話 那麼就讓台大他去度更 那我們住戶也可以度更 所以我們住戶現在這一個 心目中的一個目標就是說 因為他真的很舊很舊了 那如果他可以變成我們要一起度更的這個 我們也很樂意 因為我們這邊非常喜歡溫州街的氛圍 他真的是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不希望說 好像住在鬼屋旁邊 那他沒有得到適當的照顧 沒有得到適當的一個關心跟愛護 那他很容易就破舊了 很容易就倒了 他自然而然就倒了 一個風吹 一個日曬 一個雨淋 然後還有颱風 那麼大的颱風這樣子 所以每次我們都 還要把那些樹啊 巨啊什麼樣子 那我是覺得說 真的風全力要進來 如果不能夠把他跑的保存的話 那麼就讓你的都跟吧 好謝謝大家 好謝謝 接下來有單位的代表要發言 台灣大學 主席各位委員 歸台灣大學總部處今天代表發言 那我首先先報告一下 總部處長官今天有向內品質評鑑會議 所以不客出席 這邊先跟各位委員 主席跟各位委員抱歉 這就是感謝各位民間單位的支持的關係 讓台大可以在各位的監督之下不斷的成長 那接著就是說 台大國際競爭力大家也都很在意 那只是說我們希望 面對一直退步的排名 可以透過延覽國際優秀人才來解決 或是克服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通過有效率的資產文化 可以讓這個國際作為一個開發 讓重新整理市樓的提升環境 最後就是感謝文化局跟各位委員一步一腳印的主動的檢視 那本期我可以看一下最後今天的建議嗎 就是再確認人家的範圍 因為是這樣就是 了解所有的文化資產都要尊重委員的決議 可是就是說目前校內 不 不 不 還沒有接收到就這樣的訊息 因為剛剛也立刻看了文資法 聚落建築群依照文資檔25條 也是要依 跟古吉利建一樣提出相關計畫 然後主部管理 但因為我們請現在管理校內校外總共41株文化資產 其實已經有點壓力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是不是可以讓今天這個決議先帶回校內 讓我們跟校內報告 那當然我們這邊也尊重各位委員的決議 所以我們只想確認說 因為這邊至少還是有一個 聚落建築群的一個範圍 所以以上報告在這裡也謝謝外委員 對台大的關心 謝謝 謝謝 那邊是竹工坊規劃設計付費有限公司 對不起 我一半鐘就好 因為剛剛聽到那個局裡面的業務報告 跟當初被刊的決議 我唸一下被刊的決議 106年12月22號 結論第一點 有關提報溫州街日式宿舍群 一案 經委員二次限刊 初步認定 溫州街52項1到8號 據文資價值潛意 根據文資法第14條 予以烈色追蹤 後續辦理文資審議 跟剛剛局裡面的業務報告 內容是不一樣的 麻煩更正 謝謝 是不是有一個人 有加一個報告單 那竹工坊要不要發言 要不要發言 要不要發言 好 請問國防部 農民建設跟純美建設有登記要不要發言 謝謝 沒有 好 那所有發言已經完畢 謝謝 請 張總理長 張總理長 你沒講嗎 因為講到誰 因為沒有登記 那麻煩請舉手一下 好 那謝謝 好 我 您 大家好 我 里長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但是里長也是最重要的啦 因為市長說 里長就是他周邊的神經細胞 我所要講的是溫州街52項 這旁邊的違建 自從我上任之後 我就把那個違建都拆除 那為什麼 就要還給大學里 一個乾淨的樣貌 剛剛我們的住戶說 這個地方如果再不管 要嘛就對更 要嘛就列車 成為一個 文化資管的一個地方 我絕對贊同 為什麼 隆安國小對面巷子 我們就親眼看到房子 就倒下來倒下來倒下來 真的就是倒下來 這麼有故事的地方 而且里長每年都辦 走讀大學里 為了要讓更多的人 認識大學里的 他們的生活 他們的故事 引發他們愛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 要怎麼做呢 好 請文化局的專業單位 我們去幫我們思考 給我們一個溫馨的地方 請給他一個歷史 一個故事 剛剛黃資慧老師講的 萬生回台灣 你知道嗎 萬生回台灣 他要的是什麼 他前幾天跟我講 我就幫他拉了一個布條 也謝謝台大 也協助了里長 做了這件事 台大不是沒有做事 里長請他說 該修樹木了 該修草了 他們都做了 那但是就在這個曖昧不明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做 讓他成為古蹟 還是讓他 就這樣倒下去呢 千萬千萬不要讓他變成停車場 這樣子 我們沒有得到什麼 我們要停車場 我們里長可以更想辦法 所以請文化局各個單位 來協助里長 相信委員 你們聽到里長所說的 這是我希望萬生回台灣 我們也需要像濟州安放 像清田街 這樣子具有故事性的溫柔街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里長 如果沒有在區域特區發言 我們會提前委員 是不是請優待會 正正剛剛有部分居民所指教的 會議制度 要不要說會議制度 業務單位這邊報告 就是剛剛有提問 我們的確還是有剛剛報告的時候 的確會刊結論 以及印給委員的那個書面資料 一樣有寫這個會刊紀錄的那個結論 那我們就是今天提的範圍 的確就是要請委員們來討論 那以上做一點就是理性的說明 好 謝謝 好 希望請委員來請接聲明 正對我們的領班意見 各位有沒有要補充說明的地方 我看那個本來有講說 他們是現列測 他們希望能夠啟動那個文資的 審議的程序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最關鍵的 那第二個就是 我覺得還是要問台大本身 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因為每一次討論到台大的時候 都是一樣 那我當然也知道 剛剛有幾位民眾其實 他準備得非常充分地說 如果台大本來就要去蓋一些 學人宿舍是新建的 那為什麼這裡不能是一個 水平式的學人宿舍區 那當然是沒有經費 可是我們也知道台大 現在很多都是企業家 跟學員有不少的行 都是一動一動的新種改 有沒有可能 我認為這最破壞是台大在校本部 或者他們不管是總務處要有一個基金 設立一個基金 能夠專門來處理這些事情 或者他變成努替了總務處的一個一個的案子的時候 其實他們真的是 我相信也沒人也沒有長期的機會來做這個管理 那這個部分有沒有可能台北市政府 用台北市政府的高度 能夠跟台大 當然現在沒有校長 可以跟誰來討論 這樣的事情該怎麼做 不然永遠 我就是永遠沒完沒了 然後光是列車是還沒有用的 還沒有辦法解決所有的問題 你必須要考定 登錄 登錄之後呢 那誰違反 那有一個 還有一個組織要團隊 或assign 某一個學院 某一個系來做 好 以上是我的建議 老師大概幾個東西 討論到聚落的第一個要談範圍 所以這個範圍的大小 其實跟台大將來能不能支撐有很大的關係 我也跟那個文字人沒有去講 這是一個比較現實的部分 大家要考量 第二個是 老師去看就單動建築的狀況 有全面再重新看 幾乎每一棟也有進去 不是像95年的時候看 幾乎每一棟都進去看 所以到最後去做一些選擇 那你也考慮到整區 其實叫聚落的話 怎麼去營造整區聚落再利用的可能性 有一些比較遠 事實上比較遠 就是在建國南路的另外一棟 或是路的另外一邊 其實有一些都是歷史建築跟國際的業者 都還在裡面 所以在這邊滑在這個區域裡面 那另外當然有考量到我們的整體 從過去到現在 八九十五年報告的一致性 過去為什麼會這樣 現在為什麼要讓他進來 或是不要讓他進來 那再過來 其實剛剛郭老師講到那個列策 今天是希望從列策 將來能夠辦公廳會或書名會 而進一步要棠 他變成聚落樓 剛剛郭老師講到 其實列策沒有什麼效力 列策倒掉就倒掉 前幾天我們也被議員罵 那很多過去都是列策 也要跟各位報告 現在台北市列策在中央的部分 還有兩百多棟 我們自己的那一天八十幾棟 裡面還有三十棟目前在處理 我們都被罵得臭頭 實際上 老師希望我們有能力處理 我也是講一句實在話 台北市的自己的無能為例太多 那捐款或是預算的編列其實都還是有問題 甚至用農機一轉 是公有的都沒有辦法 所以有一部分事實上要考量的包括現實的因素跟整體的價值 我們能夠怎麼樣最大化 我也比較誠實的跟各位說 那現在就是怕他繼續沒有效果 他就會每一動都壞掉 如果維持列策 所以要先把那一個部分最重要的來啟動 讓大家去討論這個部分 大概今天文化局能夠盡力在此方面的 有點比較理性 因為我看各位朋友今天滿理性的 去討論這些問題 好 各位委員有沒有盡力會實在 來 麻煩 這個 今天談到還是這個 今天有什麼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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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們附件查 177頁的問題 請問一下